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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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说文解词》 今集的主题是 《重之以为,为极则战》 《重之以为,为极则战》 这句说话是出自朱角亮的《踏法证书》 写于《张武元年》 即是公元2021年 即是差不多2000年前 三国时代熟汉之世 朱角亮、法证两个人 都是留给以臂的谋士、能臣 但两个人对法治的观念和主张 南延北切 在留给尽佔益州之后 朱角亮自属例行法治 采取以炎制欢的强硬手段 于是引起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的不满 法证写了封信给朱角亮 表示不同意见 他这样说 《识高祖入关》 《若法三章》 《秦民之德》 《金军假借威力》 《夸巨一周》 《初有其国》 《未尝为苦》 《且客主之意》 《宜相降下》 《愿缓迎辞禁》 《以为期望》 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年《刘邦入关》 也跟那些秦国的民众 《约法三章》 《宽大为怀》 这些秦国的民众 也知道《刘邦的德政》 但是今时今日 你朱角亮假借威力 跨拒一周 其实这是《刘邦进占益州》 刚才开始建国 你又未实行一些 《宽大为怀》的措施 就像当年高祖那样 所以希望你可以 緩迎辞禁 以为期望 緩迎辞禁 以为期望的意思是 你不要搞些 嚴刑进法的事情 以及对于一些禁令 稍微松弛一下 希望符合 这些亿州民众的愿望 之后朱角亮 回了一封信 即是《踏法正书》 军知其一 未知其二 秦以无道 正阿文弱 匹夫大夫 天下土崩 高祖恩之 可以弘濟 流章暗弱 自焉以来 有累世之恩 文法基美 互相成逢 德政不举 威嚴不肅 属土人士 尊权自此 君臣之道 潜以灵堤 重之以为 慰極則賤 順之以恩 恩怯則盲 所以致弊 實有於此 吾金威之以法 發行則之恩 限之以着 着家則之榮 榮恩並濟上下有折 為自之要 于思如止 諸葛亮告訴法政 你知其一不知其二 當年高祖入關 若法三章 寬大為懷 就是因為秦行阿政 秦國 那個統治 是極權統治 是阿政 阿政猛於虎 高祖入關 他寬大為懷 秦民便感謝他的恩德 但是今時今日的情況就不同了 你不可以比照當年劉邦的做法 現在劉備去了益州 然後比照當年劉邦 在關中的做法 不可以這樣比較 諸葛亮就說 李政治國 不可以濫私小恩小惠 用職位去恩寵下級 等到無高位可及的時候 他們就會漸生輕事 用恩惠去籠落下級 等到無恩可施的時候 他們就會滋生萬台 這個是弊政的癥結所在 但是如果用嚴峻的刑法 去震懾下級 令法令可以得到貫徹 他們就會知道 什麼叫做恩德 同時又要嚴格 限制風上觀著 因為一旦加觀進著 他們才知道 什麼叫做榮耀 恩榮並用互為補充 上下之間有了秩序 治國的要領 法令就在這裏能夠得到實現 諸葛亮以嚴刑進發 恩威並濟的措施 從事政治改革 短短數年 令熟漢成為了一個 陳秀在諸葛亮傳所說的 利不容姦 人懷自立 道不實惠 強不侵略 風化肅然的國家 諸葛亮和法政、劉巴、伊直等人 共同制定屬科 作為一國的法道 堅決實行由人治 過渡到法治的方略 所以希望先要做到有法可依 不過有法必依比較困難 所以諸葛亮就嚴於律己 先從自身做起 為官清廉 不貪不奢 生前就知養於官 不治野生 我不會再去搞其他生計 去賺錢 用現代的話來講 否則收入與官即不相符 知養於官 不治野生 蓄財無裕 切無庫復 我沒有儲錢 我的妾士又沒有另一套衣服 或者沒有其他更多的衣服 意思就是 好了 到他死後 及卒 唯命葬定君山 喪事從劍 諸葛亮絕不包庇親屬和親信 他的侄 諸葛企秉勝疏漏 難擔大任 他主動要求將他調職 而在這個所謂輝淚斬馬叔之後 更加殺了這個理性廢王習 這些都是諸葛亮親近的人 差不多在兩千年前的熟漢時代 諸葛亮已經堅持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抨起這個形不上大夫的傳統 和諸葛亮同朝做熟臣的張蕊 就是這樣稱讚他 上不為遠 佛不阿勤 著不可以無功取 仍不可以貴世面 此言喻之所以 念忘其身者也 上不為遠 佛不阿勤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要掌上的時候 多遠的人 你都會掌上他 即是跟你不太親 在地域上 可能在講很遠 跟你沒有那麼親近的 比較遠的 你都一樣要掌上 佛不阿勤 如果要佛的時候 就算在你身邊的人 你都要照佛 是嗎 雀不可以無功取 仍不可以貴世面 如果給雀為你 掌上你 不可以無功取得這些掌上 如果判以刑罰 就不可以因為你是權貴 有權有勢的人 可以得面 這個是想佛分明 是嗎 但是對於一般民眾 諸葛亮就強調 教令為先 諸佛為後 他是非常反對 不教而諸 就是說你都不懂 是嗎 沒有教過你 那你犯了什麼法都不知道 那我不教而諸 那就是不對 那他的說法就是 不是違法加於人而發 而是注重防患於美然 是嗎 這個依法治國是這樣的 在他當年的角度 我不是為了那個法律 要加於人 而是防患於美然 同時他又 是如鬼 從權制 積極對民眾進行法治宣傳教育 鼓勵並且引導神文 學法、知法、懂法、用法 以避免犯罪 即是說 對那些官他有一套做法 對那些民眾 就有另一套做法 史書對諸葛亮 依法治國的評價是極高的 三國志作者陳秀 就是這樣評 他說 忠於邦域之內 涵謂而愛之 凝政須盡而無怨者 以其用心平而勸戒名也 西進的使家原準 就是這樣說 良法令明 想佛信 事卒用命 負險而不顧 此所以能斗也 聽完這個諸葛亮 依法治國的故事 大家會有什麼啟發呢 當下香港 警暴是弱 法治蕩然 禮崩惡懷 曾經說 除了三萬警隊 特區政府一無所有的特首 林鄭月娥 恐怕都沒有讀過 諸葛亮的答法證書 不過我曾經在立法會議事堂上 講過這個歷史故事 林鄭月娥今無天下之大不為 赤裸裸以民為敵 日前公開表示 會對在區選被選民唾棄的 親政府政團成員委任公職 而且高薪厚禄 這個就是 寵之以衛,衛極則戰 順之以恩,恩傑則慢 即是說 用公職去籠絡這些親政府人士 但是如果等到沒有高位 可以給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會漸生輕事 而等到沒有因為利益可以輸送的時候 他們就會滋生懷慢 這就是政治腐敗的癥結所在 還有諸葛亮又說 限之以著 即是嚴格限制風上觀著 特區政府反其道而行 大紫荊勳章 可以頒給六七暴動的暴徒首領 也可以頒給曾經經營私淵生意的商人 香港特區最高榮譽的勳章 原來只不過是一塊遮收的金屬物品 多謝各位收看收聽本節目 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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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再見